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赚明 我们继续来讲民国初年,中国的政党情况 上次我们说到在清末,清廷就尝试着建立内阁 所以在1911年5月,颁布了内阁官制19条 不过民国建立之后,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 他所实行的内阁制度,并不是源自于清廷所颁布的内阁官制 而是源于1912年3月,南京临时参议院所乞讨的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采纳内阁制 这和之前,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所用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是有很大不同的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1911年12月在武昌定立的 这是武昌革命爆发之后,革命各省都督代表所定立的第一个政府组织法 这个大纲一共是21条 他所提出的呢,是临时政府的组织采用总统制 第一条就规定,临时大总统是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 第五条规定,临时大总统在得到参议院的同意之后 有任用各部长及派遣外交专事的权利 当年12月29日,各省都督府的代表就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选举了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职 并且在3日正式任命了各部的总长,开始组织临时政府 当时临时政府呢,分为9个部 而各部总长除了黄兴,王宠惠,蔡恩培是同盟会员之外 其他都是出身于满清官僚或者是立宪派的人士 但这些非同盟会的人士,他们在态度上并不积极 比如说张俭,唐寿浅,虽然一度就职,列席了各部会议 但很快就回到了上海租界 程泽权呢,也在租界以养病为名,不到南京 武廷芳为南北一和代表,无心分管政务 财政总长陈锦涛呢,忙于借款,也长居租借 所以当时有5个部的总长,都是不能理事,由次长来代理 而次长呢,全部都是同盟会员 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同盟会是组织南京临时政府 及临时参议院独一无二的大政党 同盟会当时可以单独制定临时政府的决策 而不受其他政党的左右 当时并没有一党专政的观念 但是同盟会的会员们都会感觉到 由一个政党组织一个政府,有其方便之处 当南北统一,离时政府北迁之后 各派政党加入政府 各党的政纲都不能独立实行 当时同盟会坚持责任内阁制 主张由同一政党的党员组织内阁 部分呢,是基于理论 而南京离时政府时期 以一党组织政府的经验,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同盟会人所主张的内阁制度 在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开会之初就被提出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主要目的 一个是要制定临时政府的组织法 一个是要选举临时政府的首领 那么在革命时期南美还没有统一 英雄主义流行 一般人都希望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 来完成革命的大业 所以就倾向于总统制 那么以革命领袖人物的声望来说 在中国国内,黄兴和李元宏不相上下 那么在国外正在归国途中的孙中山 在声望上要高出这两个人一筹 那么当时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中 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参与者就是宋教仁 宋教仁的声望在国内要赐予黄兴 不过宋教仁和黄兴的关系非常密切 两个人都出身于华兴会 那么宋教仁对实际政治的兴趣 要比黄兴大很多 对于宋教仁来说 他希望看到各省都督 能够推举黄兴成为大总统或者是大元帅 那么再由黄兴任命他为内阁总理 实际掌管新政府的政务 那么宋教仁当时呢 就拉到了一位非常强有力的盟友 这就是张敏宁 张敏宁早年和孙中山不和 武昌革命爆发之后 张敏宁在上海又和旧官僚和旧的立宪派的人士 结合在一起 继续和孙中山对立 他对于宋教仁的构想表示支持 张敏宁当时甚至在神州日报上发表文章 里面说 让孙中山回国作为领导人 这是儿童之见 而且他明确的说 应该设置内阁 而内阁之首应该推选宋教仁 但是因为各省都督府的代表们 有一部分人支持黄兴 有一部分人支持黄兴 所以就产生了争议僵持不下 1991年12月25日 孙中山抵达上海 当时各方就决定依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选举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 这就可以打破到底是选黎元宏 还是选黄兴的这个僵局 那么宋教仁也表示赞同 让孙中山当大总统 但是他对于内阁制的主张 坚持不改 当时孙中山和黄兴都主张总统制 而宋教仁呢 却独独的主张责任内阁 1992年2月14日 黄兴宋教仁到南京 召开各省代表会 黄兴提议政府组织取总统制 但宋教仁仍然坚持内阁制 经过热烈的讨论之后 总统制获得了多数票通过 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组织之初 就主张全用革命党人 不要用旧的官僚 孙中山呢 则采纳了黄兴的意见 认为在新旧交替的形势之下 不如总长取那些名望比较高的人士 次长取同盟会的会员 所以呢 南京临时政府实际上从形势上是总统制 实际上是混合制 而也因为主要是由同盟会会员的次长 进行具体的政务实施 所以它具有同盟会政府的性质 和责任内阁制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么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是总统制 那么在南北议和的过程中 南京方面就直见觉得 有实行内阁制的必要 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 急切地想要谋求南北统一 建立一个单一国家 但是南北统一的先决条件 就是轻敌退位 北京的内阁总理袁世凯 他赞成共和 同时呢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 选袁世凯 既认为临时大总统 南京方面对于袁世凯 他是否忠心于共和 并不相信 所以呢 就想缩小大总统的权力 于是在1912年2月7日到3月8日之间 就起草了临时约法7章56条 采纳的是内阁制 来取代总统制 苏尿人是当时南京临时政府 法治局的局长 负责起草临时约法 这就让他可以展示 他内阁制的理想 临时约法第四条规定 中华民国以参议院 临时大总统 国务院 法院 行使其统治权 第19条规定 参议院可以提出质问书 与国务员 并且要求其出席答复 34条规定 临时大总统任命国务员 必须由参议院同意 43条规定 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 都是国务员 44条规定 国务员辅助临时大总统 负其责任 45条规定 国务员与临时大总统 提出法律案 公布法律 及发布命令时 必须同时签署 第47条规定 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之后 临时大总统 应该免去其职 这些规定呢 就让国务员和临时大总统 共同担负行政责任 同时也增加了参议院 对国务员的直接监督 政治体制 一定和之前的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有很大的变化 那么从政治制度来说 当一个国家的元首 不可轻易更换的时候 想要推动政治改革 最好的办法 就是实行责任内阁制 清末倡导立宪 因为皇帝不可更换 所以康良一派 就主张内阁制 而这个时候呢 袁世凯又不能轻易的更换 所以内阁制 就成为了政治上最好的制度 当革命各省的都督通电 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时候 大家一致的主张 是以美国的政治制度 作为模范 但是不过数月之后 当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时候 则改选更张 刻意要模仿 法国第三共和的责任内阁制 不过实际上呢 临时约法 他规定了一切国务员 必须先经提请参院同意 才可以任命 这对于总统权力的限制 在法律条款上 甚至比法国宪法 还要更加的严厉 只不过袁世凯后来 并不完全遵守临时约法的约束 在一个没有法治观念的国家里 法律对于平民 也许有些约束力 但是对于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元首 其约束力只是纸面上 实际是非常有限的 康尔维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说我们国家采用责任内阁制 要以法律让总统遵守 这是约法的意思 但是用这个来制衡袁世凯 袁世凯守过重兵 他不会受到约法的制约 等到袁世凯一死 自然会有复原之争 那么按照临时约法 所组织的第一个内阁 就是唐绍义内阁 当时合议出城 南北统一 袁世凯在2月15日 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3月10日 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13日 通过临时参议院的同意之后 任命唐绍义为内阁总理 3月13日 临时参议院按照袁世凯的提议 一决官职大纲 规定内阁设十个部 那么唐绍义的内阁呢 就按照这个官职大纲来组成 唐绍义简单的说一下 他清末留美 毕业于耶鲁大学 在1884年之后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 袁世凯的手下任职 办过税务 财务 商务 外交 1961年 他任天津海关道 1905年 任初始英国大臣 后来又担任外务部右侍郎 1906年 兼任游船部左侍郎 次年呢 任奉田巡抚 1910年 任游船部上书 次年 任袁世凯内阁的游船部大臣 武昌革命爆发之后 南北议和 唐绍义担任北方的权权代表 因为唐绍义 他老家是广东 之前主管洋务 所以他的思想比较开明 容易和革命党人接近 又因为他和袁世凯 有了将近30年的历数关系 袁世凯对他也非常信任 所以南北统一之后的第一件内阁 袁世凯就提议 由唐绍仪出面组织 当时南北方刚刚统一 新的内阁组成 自然是要延揽各方的人才 调和南北 才足以符合众人的期待 早在议和的时候 张俭为了调和南北各方 就曾经就有阻隔的问题 向袁世凯有所建议 他认为陆军总长 应该由段祺瑞出任 黄兴复职 财政则由熊西凌出任 实业则由周学熙出任 张俭获得了革命派 有关人士的同意 建议袁世凯呢 可以使用康良一派的人物 袁世凯当时非常欣赏 张俭的意见 就想把张俭养起超 邀请入阁 那么之后 张俭和梁启超 虽然没有进入内阁 但是第一殿内阁 的确是采取了 混合内阁的形式 那么第一殿内阁 生成之后 他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下一集 再继续给大家讲